小迪迦动呢 赛罗你的变身器掉了 我帮你捡起来 不要啊 迪迦 那不是我的变身器快扔掉 要不你会被黑暗能量吞噬的 你怎么不早说啊 完蛋了 哎呀完了 迪迦叔叔变成黑暗迪迦了 你们是谁快给我滚开 黑暗迪迦 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可不走 你说了不算 爸爸 黑暗迪迦 把我们踢走了 迪迦被黑暗能量吞噬了 我先给奥特之父打电话 让他派人过来控制住他 赛罗你好 刚才还好 现在不好了 迪迦变成黑暗迪迦了 还把我家占领了 你们快来人帮忙把他弄走吧 好的 我这就派人过去 太好了 他们马上过来了 你们在这里 叽叽歪歪的干什么吵死了 赶紧走开 终于安静了 迪迦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赶快跟我们回去吧 你们又是谁 又来了几个找打的 要是不想吃我杀包大的拳头 就赶紧离开这里 别跟他废话了 他已经变成黑暗迪迦了 我们赶紧用绳子捆住他 带他回光之国吧 你们还想控制住我 你们真天真 我现在是无敌的 我要把你们全都打 小赛 我跟你卡米拉阿姨 有事出去一下 你跟姐姐乖乖在家 等妈妈回来 给你们做饭 小迪迦动漫 妈妈不在家 我就是老大 姐姐 快把好吃的都拿出来 来了 来了 这是什么呀 姐姐 弟弟快丢掉 这是干燥鸡不可以吃 干燥鸡是什么 干燥鸡可以防止食品受潮变质 小朋友千万不要拿来玩 因为干燥鸡遇到水会爆炸 如果不小心物食会烧伤口腔 黏膜和肠道 甚至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哎呀 真是太危险了 谢谢姐姐 我又学到了一个安全常识 小迪三动漫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希望你小乐是真的快乐 希望你以前过山的浑浊 也你依然有害的心扯 你看小空在小树也微笑 风生在泥喃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希望你见过所有的浑浊 眼里人还有星辰 你往前走 不要回头 上天让你走过谁都有理由 怕你受伤独自成熟 才把最好的人留到最后 小独家动了 小动物们你们怎么在路上玩耍 是的 太感谢你了迪迦警察 小怪兽你在干嘛呢 快出来我来找你玩了 我给你带来了好吃的 小迪迦动 小乔 你别来找我玩了 别的小奥特曼看到你总找我玩 会疏远你的 以后你还是别来找我了 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 哎呀 没事的 你是一只好怪兽 我喜欢跟你玩 这是我刚在路边买的汉堡包给你吃 谢谢你小乔 你总给我带吃的 你自己有的吃吗 我刚刚吃过了 走吧我带你去找其他小奥特曼玩 还是算了吧 我怕我会吓到他们 小乔 有人来找你了 我先躲起来吧 小乔你在这里干嘛呢 我给小怪兽送点吃的 你怎么跟小怪兽成为朋友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和你玩了 小蜜拉 它是一只好怪兽 不会伤害我们的 我们已经认识好久了 真的吗 是的 小蜜拉你愿意跟它一起玩吗 当然愿意了 它在哪里呀 它刚刚听到你叫我 它怕吓到你躲起来了 小怪兽 你快出来吧 小蜜拉也愿意跟你一起玩 谢谢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玩 小迪 妹妹 妈妈去救治病人了 姐姐跟小蜜拉来陪你玩 哥哥哥哥 你去哪里了 小迪 你哥哥去执行任务了 爸爸妈妈陪你玩 爸爸爷爷 你们去哪了 小赛 爸爸跟爷爷去救火了 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祷吧 你看小狗在小树也会像风生在你难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糊糊糊的浪漫 小家动漫 小弟弟你在找什么呢 我肚子好饿我在找吃的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这里都是垃圾太脏了不能吃 走跟我回家吧 我让我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妈妈妈妈你快来 小贝斯 这个小朋友是谁啊 他在翻垃圾桶找东西吃 特别可怜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小朋友 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我的爸爸是消防员 他在救我妈妈的时候牺牲了 他们都被洪水冲走了 我再也没有爸爸妈妈了 再也没有家了 好孩子别哭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这里就是你的家 落叶随风将要去喝饭 只留给天空每一场 各位勇敢的奥特女战士们 这次我们面对的怪兽非常的强大 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 去抵抗怪兽袭击 绝不能退缩 奥特之母放心 就算我们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也会和怪兽抵抗到底 来保护所有小伙伴和我们的家园 时间紧迫 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携手战斗吧 出发 宝贝们你们都长大了 都得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你们都去盖一座吧 嗯 我要用这些茅草盖房子 又快又省事 盖好了去睡觉了 我要用这些木头盖房子 好嘞啊 终于盖好了 睡觉觉了 我要用这些砖头 盖个结结实实的大房子 盖好了 睡觉去了 肚子好饿啊 去找点东西吃吧 哈哈一只小猪 我要吃掉你 救命啊 快把门打开 我要吃掉你们 哼 臭怪兽你凶想 哎呦疼死我了 我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吃的吧 哥哥谢谢你 我们两个以后再也不偷懒了 希望你见我所有的浑浑 眼里人还有星辰 你往前走 不要回路 上天让你走过谁都有理由 怕你手上 独自成熟 才把最好的人留到最后 给我看看你的放书包里有什么 小炸鸡 快把书包还给我 嘿嘿嘿嘿嘿 哎呀 原来小笛家是个捡破烂的 我要告诉其他小伙伴们 让他们来笑话你 唉 小笛 你捡这么多瓶瓶罐罐的 做什么 阿姨我爷爷生病了 需要补充能量 我拿瓶子去换能量给爷爷 小笛你真乖 你爷爷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爷爷我回来了 我给你带了三明治你快吃吧 我也给你带了一些能量 你快补充下 这样你身体就恢复了 小笛 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你偷来的 我不是一直告诉你 不可以做坏事吗 不是偷的 这是我买来的 爷爷经常告诉你 小孩子不可以撒谎 你哪里来的金币买这些能量 把你的书包给我看一下 你还偷了什么东西 爷爷你冤枉我了 我没有做错事 我不给 拿来吧你 小笛 你书包里怎么有这么多瓶子 爷爷你生病了 需要补充能量我就去捡瓶子 卖成金币 然后买能量给你 这样你很快就能恢复了 对不起小笛 我错怪你了 我现在就吃 等爷爷的病好了 就带你去美食城吃好吃的 好的 你 把虾怒慢 你们两个快点干活去 我爸爸说你们今天要是表现不好 就没饭吃 那么我想问 为什么把我留下 小鲁鱼和小贝斯 你们怎么受伤了 小银和小泰罗 你们怎么来了 他们的爸爸输给我们的爸爸了 行 既然这样 咱们也来比一比 我们要是得了一百分 你们要是得了零分 就必须把他们放了 行 比就比 你们肯定会输的 我们走着瞧 谁赢啊 我大 宝贝们 爸爸今天给你们做红烧鱼 爸爸 我也想吃鱼 孩子你等着 老爸也给你炸一条 我大 吵死了 我们正睡觉呢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儿子快跑啊 是大鳄鱼 小狄家动脉 来了来了 小狄 你怎么不问问 是谁就开门了呢 再来一遍 你是谁 谁在敲门 你的外卖到了 麻烦开下门 我说外卖你就信啊 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呢 下次记住 谁来都不要给他开门知道吗 记住了 记住了爸爸 小狄 爸爸妈妈回来了 给爸爸妈妈开开门 下次记住 谁来都不要给他开门知道吗 记住了 记住了爸爸 我来给托雷基亚送一把王者之剑 那我的双重剑就送给黑暗扎鸡了 我要把我的王者之剑送给我的爸爸 兔雷基亚你看我还差一把双重剑 战斗力就能升级了 那时我就是怪兽王国战斗力最强的了 你就认输吧 赶紧离开怪兽王国吧 黑暗扎鸡我们接着往下比 看谁会笑到最后 塞罗 你这把剑要送给谁啊 我的剑要送给这个世界上几帅气 战斗力又强的人 哈哈哈哈 塞罗快把你的剑给我吧 你看我不仅帅气 实力还强 大家都非常喜欢我 黑暗扎鸡 你脸皮咋这么厚呢 就算塞罗承认你是最强的 但是我可不觉得你帅气 你太丑了 又黑又丑 拖力加上次比赛我得了一百分 你就得了六十分 输得那么惨 还敢在这跟我叫嚣 我不服 我们再比一次 如果这次我还是比不过你 我就离开怪兽王国 再也不回来了 比就比 小李嘉多迈 你小子给我出去 想要付出什么事了 怎么哭了呀 是不是爸爸又揍你了 不是的妈妈 爸爸不让我给他搓澡 你爸爸也真是的 有人给他搓澡都不要 宝贝别哭了 爸爸一会出来 妈妈替你扇他 哥哥别哭了 给你小火车玩 对了小奥夫 你用什么给爸爸搓澡的 用这个 小奥特曼们 你们这是要把你们爸爸妈妈的模型 扔到垃圾桶里吗 哼 我的爸爸老是喜欢喝酒 还总是骂我 也不改掉自己的坏习惯 我不想要他了 这种旅教不改的事属于有害垃圾 把它扔进有害垃圾桶吧 我妈妈每天晚上都玩游戏 都不陪我写作业 我也要把它扔掉 这个是可以改的呀 你把它扔进可回收垃圾桶吧 我的爸爸每天就想着 怎么破坏光之国 我也要把它扔掉 这个每天想着搞破坏 属于重大问题 也把它扔进有害垃圾桶 小弟家动了 小弟弟不要动 快爬回去 救命了 大家快来 有没有人来帮帮忙 救命了 好险啊 幸亏接住了 小弟弟以后一定不要爬窗户了 这样太危险了 小弟家动漫 姐姐快快起床了 我们上学要迟到了 爸爸你怎么还在睡啊 几点了还不起床啊 你上班要迟到了 妈妈你怎么也还在睡啊 快起床送我们去上学吧 你个调皮的小赛 今天是周末 打扰我们的美梦 小弟家动漫 狗高 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 快出来 等一下等一下 妈妈快停车 怎么了小乔 别挡在车前面 很危险的 妈妈 小赛在车子底下呢 天呐 小赛你 怎么能在车底下呢 太危险了 对不起妈妈 我错了 小弟弟 你在桌子上等一下 妈妈马上回来 小弟家动漫 宝贝困上这个桶里边 你快出去找爸爸来救我 我快不行了 你快走 念到的同学上来拿成绩 小迪家同学一百分 小迪家够慢 小奥特支付同学一百分 小贝斯同学也是一百分 小赛同学五十分不及格 明天叫你的家长 去我办公室找我 老师 这些题您都没讲过 所以我才考得不好 没讲过 为什么别的同学都会做 那是因为他们都上了您的补习班 对啊 那你也让家长给你报补习班吧 可是 可是我家没有钱 我的爸爸妈妈都生病了 不能出去工作 没钱就别想考一百分 想考一百分 就让你的家长给你报补习班 这位老师 学校明令禁止给学生报补习班 原来你是这样教学生的 真是有损失德 不是的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你私设补习班 便想收取钱财 等着跟警察解释去吧 小金虾动 妈妈快看老虎和狮子 妈妈咱们赶紧走吧 老虎狮子太吓人了 小赛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妈妈我知道 这个是梅花鹿 你看它们多温顺啊 太棒了 小赛那这个是什么呀 妈妈 这个是可可爱爱的大熊猫 妈妈 这里怎么会有恐龙啊 小赛别害怕 恐龙是我变的 原来是爸爸啊 吓死我了 小敌家动漫 希望你被整个世界爱着 希望你笑的是真的快乐 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 也依然有害的心扯 红雨飘泊 烦起的回忆怎么见 你没哭入当年 游转我心间 你看小狗仔 小树也会笑 风声在嘀喃 不如好好欣赏 希望你 哎 这啥呀 爸爸妈妈 我拉裤子上了 小狄家动漫 丑八怪 丑八怪 别走 你居然穿这么脏的衣服 带这么丑的帽子来学校 我不是丑八怪 我有好看的衣服 只是我今天没穿 小辈不许嘲笑同学 这样非常不礼貌 小狄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在保护光之国 一年也回不去一次 只有他和爷爷奶奶在家 爷爷奶奶还生病 所以没有人给他买漂亮的新衣服 原来是这样啊 小狄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不该嘲笑你 没关系 我原谅你 好孩子快看 老师给你买了新衣服 快点穿上吧 哇 好帅的衣服啊 谢谢老师 我马上 小狄家动漫 都有一天 我能见到你 妈妈我想问 为什么把我留下 你管我的经厂 生气的身旁 随我眼睛而活 让我变了 小狄家动了 哎呦 爸爸妈妈救救我们 宝贝们坚持住 我跟爸爸去找消防员叔叔来救你们 你们先吃个大炸鸡 补充一下能量 再吃个你们最爱的榴莲 宝贝们等着爸爸妈妈 让你们相信光 不相信我的老大贝利亚大人 食物都被我吃光光了 你们没有食物了 没有能量 你们就出不去了 我吃饱了能量满满 拜拜了 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希望你 被这个世界爱着 希望你 小乐是真的快乐 希望你 遇见过山的昏浊 小狄家动吧 贝利亚叔叔黑暗 格力乔阿姨你们怎么哭了 小贝跟他姐姐去上住宿学校了 我们很想他们 原来是这样啊 那简单 我就变成小贝跟他姐姐的样子吧 这样他们就不哭了 格力乔 小乔 你们怎么哭了 我的老公跟儿子是一名消防员 他们去执行任务了 我们很担心他们 我要变成塞罗跟小赛的样子 这样他们就不会哭了 狄家卡蜜拉 你们怎么也哭了 小狄跟小蜜拉去打怪兽了 我们很担心他们打不过怪兽 那我就变成小狄家小蜜拉的样子 这样他们就不担心了 小狄家动漫 同学们别玩了 你们都给我来教室 你们就是这么上学的吗 看看你们的书包里 都带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不是说了很多次 不让你们吃甜食吗 叔叔这个巧克力是怎么回事吧 老师这不是真的巧克力 这是我的巧克力笔记本 那这个萝卜刀呢 以后不准完了 多危险呢 以后不能带到学校里来 老师这不是萝卜刀 这是我的萝卜刀橡皮擦 还有这个工具箱 你们居然也带到学校里来了 你们要修理捉衣板凳吗 老师这也不是工具箱 这是我的工具圆珠笔 行行行 那这个鞋子怎么也往书包里装 你们打算上一节课换一双吗 老师这也不是鞋子 这是我的鞋子眼镜盒 卡蜜拉是一个大美女 贝利亚是一个大胖子 赛罗是一个大笨蛋 奥特之父是一个傻憨憨 打的 小迪家动呢 爸爸妈妈又偷偷带姐姐出去玩了 每次都不带上我 小迪快开门 爸爸妈妈和姐姐回来了 就不开 谁让你们每次出去玩不带上我 哎呀 宝贝你误会了 爸爸妈妈是带着姐姐去养老院 看望爷爷奶奶们了 我们没有出去玩 对不起 爸爸妈妈 我误会你们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宝贝你别打我姐姐了 我姐姐已经受不了了 两个没用的东西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草飞小迪家动吧 小迪小蜜拉 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我们的爸爸妈妈去光之国比赛了 没人送我们去上学了 我们快要迟到了 那你们两个上来吧 阿姨拉你们去学校 转呀转 转呀转 小迪小蜜拉 小迪小蜜拉 转呀转 谢谢你格力乔阿姨 不客气 小迪小蜜拉再见 小火车的轮子转呀转 老公你在这干嘛呢 怎么没去上班呀 是不是又想偷懒了 没有没有老婆 我的车坏了 只能停在马路边了 别担心老公 上来吧 我送你去上班 小火车的轮子转呀转 到了 老公再见 小火车的轮子转呀转 停车停车 拉我们一程 我们实在是跑不动了 这是哪里啊 你走错了吧 你怎么把我们拉警察局来了 我没走错 你们是小偷不拉到警察局 你想去哪啊 不要啊 小迪小蜜拉 快来猜猜我们是谁 小迪小蜜拉 我们不猜 你们是谁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小迪小蜜拉 你们这是怎么了 爸爸妈妈今天刚回来 你们不开心吗 你看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汉堡包 我们都很久没看到你们了 爸爸妈妈很想你们 你们难道不想爸爸妈妈吗 快过来让妈妈抱一下 我们才不要 我们不喜欢你们 我们只喜欢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 送我们上学 还要做家务 每天都很辛苦 而你们一年才回来一次 也不陪我们 我们才没有你们这个爸爸妈妈 是啊 一直都是爷爷奶奶在照顾我们 你们把我们丢在家里 对我们不管不问 我们讨厌你们 你们快走吧 这个家不需要你们 我们 我 我 快走快走 叫迪小蜜拉 吃饭了 你们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 爸爸妈妈被我们赶出去了 为什么要赶走爸爸妈妈呀 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快去把爸爸妈妈找回来 奶奶 爸爸妈妈总也不回家 一直都是你跟爷爷在照顾我们 太辛苦了 他们都不知道回来替你们分担 我们没有他们这样的爸爸妈妈 哎呀 宝贝们 你们误会爸爸妈妈了 家里的开销都是你爸爸妈妈在支撑 你们的零食 玩具还有衣服 都是爸爸妈妈在外面辛辛苦苦赚来的呀 为了养你们 每天风吹日晒 每个月还要把自己的工资打回来 自己都不舍得吃穿 还要供我们吃喝 你们难道还不知足吗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奶奶我们这就把爸爸妈妈找回来 爸爸妈妈 我们知道错了 跟我们回家吧 你们不是讨厌爸爸妈妈吗 爸爸妈妈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 你们永远是我们的好爸爸好妈妈 没事的宝贝 我们快回家吃饭吧 这是妈妈的战衣 小迪迦动漫 这是爸爸的战衣 这是迪迦叔叔的战衣 这是格力乔阿姨的战衣 哥哥 不对不对 这个是爸爸的战衣 这个是妈妈的战衣 这个是迪迦叔叔的战衣 这个是格力乔阿姨的战衣 小迪迦动漫 小迪迦小蜜拉别玩了 你们给我出来 你们就是这么上学的吗 看看你们的书包里都带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叔叔这条鱼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在学校做饭 哎呀妈妈 这不是真的鱼 这是我的鲸鱼笔袋 那这个小刀呢 爸爸妈妈不是不让你们带危险物品上学吗 妈妈这也不是小刀 这是推拉橡皮擦 还有这个披萨 你们居然装到书包里 油乎乎的多脏 妈妈这也不是披萨 这是网红披萨笔 好好好 那这个手机你们怎么解释 这也不是手机 这是手机修正袋 那这个林波威布是什么 你们要在学校练武功吗 妈妈这个不是练武功的 这是写作业的作业本 小迪加动漫 我来给他扎机叔叔送一颗奥特曼胶囊 那我的这颗奥特曼胶囊就给迪加叔叔跟阿姨吧 小赛罗 你准备把奥特曼胶囊送给谁啊 小贝利亚 这个还用问吗 我的奥特曼胶囊肯定是要送给我最崇拜的大英雄了 小赛罗 你最崇拜的大英雄肯定是我吧 快把你的奥特曼胶囊送给我吧 我马上就恢复能量打败迪加成为怪兽王国最帅的奥特曼了 迪加 你笑什么呀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黑暗扎机 你看看你黑得跟一块坛一样 把你扔到碳里根本就看不见你 就你还想成为怪兽王国最帅奥特曼 你也不问问小可爱们答不答应 臭迪加 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上次比赛 我可是得了一百分 而你只有零分啊 哼 那又怎么样 秦非其比了 现在喜欢我的人可是比喜欢你的人多 你要是不幸的话 那咱俩就再比一次 如果我这次还是零分的话 我就离开光之国再也不回来了 行 比就比 如果我要试得了一百分 你可都要把你手里的奥特曼胶囊送给我 可以 这小平家够吗 爸爸妈妈 刚刚小三小迪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找他们挖东西呢 好的去吧 路上慢点 这是谁的扭扭车车头啊 这是我的扭扭车车头 这是谁的扭扭车尾啊 这个扭扭车尾是我的 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这是谁的推土机车头啊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小贝 你没有推土机 怎么会有推土机车头呢 哎呦 小迪加动们 迪加叔叔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绑起来啊 他们被怪兽施了魔法 只有一个是真的 小赛文 你能帮我分辨出来吗 迪加叔叔 让我来帮你吧 你看一号是怪兽变的 你看他的大脑袋都露出来了 哼 带走 二号是怪兽王国的怪物 一号变的 你看他的两只腿都露出来了 太可恶了 带走 三号是真的小奥特之父 迪加叔叔快把他的绳子解开吧 好的 迪加叔叔 小赛文 谢谢你 小迪加动们 迪加警察爸爸 你没能量了 这是我给你送的奥特曼胶囊恢复能量 谢谢我的宝贝 消防员赛罗爸爸 你也没能量了 这是我给你送的奥特曼胶囊来恢复能量 你真棒宝贝 谢谢你 爸爸 我有给你来送奥特曼胶囊了 不要啊 对不起爸爸 我不小心拿成炸弹了 小狗怎么叫 不对 你这是青蛙叫 小狗怎么叫 不对 你这是老虎叫 小狗怎么叫 不对 你这是猫咪叫 小狗怎么叫 猫咪咪 对了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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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漫 是贝丽亚 宝贝快跑 贝丽亚快放了我的妈妈 妈妈 救利亚 妈妈 呼叫爸爸 爸爸 爸爸 妈妈被贝丽亚抓走了 儿子 换上装备 我们去救妈妈 小迪 老公 谢谢你们 我们家两个男子汉 你们太帅了 爸爸妈妈 我们回来了 这个小孩是谁啊 怎么在我们家啊 小迪 小蜜拉 你们怎么又来了 他是我的弟弟啊 昨天你们比赛输了 我们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得了100分 你们得了0分 你们快走吧 以后别来我家里了 那我们今天就再比一次 如果我们又输了 我的妹妹就永远不回来了 比就比 你们还是会输的 光之国的奥克曼们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我们三兄弟把你们的宝贝孩子都变成石头了 谁让你们一直阻止我们做坏事 这次给你们一个教训 下次你们要是再阻止我们 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掉 我现在就把他们实话的照片发出来给你们瞧瞧 千万不要让我发现你们帮他们恢复能量 否则我们三兄弟会去找你们的 怎么大家都不再相信光了 不相信就算了 就让他们飞走吧 赛洛杰的台价太踏实疯吗 爱可思恨家 你们不要飞走呀 小心光的一起把他们留下 妈妈 我把你最喜欢的口红弄坏了 火婆 对不起 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 你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的晚饭都别吃了 气死我了 妈妈 这是我用零花钱给你买了一束鲜花 火婆 别生气了 我们知道错了 好 谢谢你们 我不生气 不生气了 你们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小心一些 妈妈 我爱你 你好 是119吗 我这里着火了 你们快来救火 小朋友 哪里着火了 没有着火 我骗你们 小朋友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下次不要再打了 急救急救 我这里有人受伤了 快来救人 小朋友 哪里有人受伤了 没有人受伤 我逗你们玩呢 小朋友 以后不能乱打电话了 后果很严重的 警察叔叔 这里有小偷 快来抓他呀 小朋友 小偷在哪里 没有小偷 我逗你们玩呢 我看你就是坏人 乱打报警电话跟我们走一趟吧 警察叔叔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不要带我走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小迪加动漫 妈妈 快来帮我穿衣服 妈妈 你去哪里了呀 妈妈 妈妈 你去哪里了 妈妈 你在这里呀 你的脸怎么红红的呀 哎呀 妈妈 你发烧了 我去拿药给你吃 妈妈 快来吃药了 妈妈 你吃完又再睡一会吧 我去把家屋活干了 妈妈 月光之下 星星到我想你了 妈妈 我的变形金刚不见了 是不是你弟弟拿去玩了 那是我的 我得要回来 小小赛 这个玩具是我的 我要玩 我要玩 不可以 妈妈 我把变形金都拿回来了 可是弟弟哭了 你说应该怎么办呀 宝贝 弟弟是你的 玩具也是你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弟弟 你别哭了 我把玩具借给你玩 弟弟 你要记住了 是你的东西你才能要 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拿哦 小灰灰 把你的大西瓜给我 我给你切开 妈妈 你怎么自己吃不给我吃啊 你吃西瓜皮 老灰灰 你怎么哭了 妈妈 你刚才把我的西瓜吃了 还让我吃西瓜皮 孩子 刚才那个不是妈妈 那是妖怪变的 她的眼睛是黄色的 我的好孩子 妈妈怎么可能那样对你呢 走 咱回家 妈妈给你买西瓜去 小地下动漫 我不喜欢这个小兔子的书包 小赛 我们两个交换吧 不要 那你和我换吧 遥遥车 我们来了 哎呀 又跑慢了 我最喜欢的遥遥车没有了 玩水枪了 这次我要先选 怎么是一样的 那我不是白跑了 白色 哎呦 你们 小迪迦动漫 你是我的菠萝小雷欧吗 不是 我不是你的菠萝小雷欧 那你是我的菠萝小雷欧吗 不是 我也不是你的菠萝小雷欧 我是橙子小赛罗 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那你是我的菠萝小雷欧吗 我也不是 你再去找找吧 你就是我的菠萝小雷欧吗 是的 爸爸 我送你一颗酸酸甜甜的大菠萝 你是我的荔枝小卡蜜拉吗 是的 我是你的荔枝小卡蜜拉 妈妈 我送你一串荔枝吃 你是我的橙子小赛吗 不是 我不是橙子小赛 我是葡萄小奥特之父 那你是我的橙子小赛吗 是的 我就是你的橙子小赛 爸爸我送你一个大橙子 你是我的葡萄小奥特之父吗 是的 妈妈 我送你一串甜甜的葡萄 哎呀 我的帽子放哪了呢 这是不是我的帽子 这不是 这不是 这也不是 哎呀 我的帽子在这里 终于找到了 我的帽子哪去了呢 这是不是我的帽子 这不是 这不是 这是我的 我的帽子原来在这里 我的帽子不见了 这是我的帽子吗 我看看 不是 这是我的帽子 太好了 我找到了 我的帽子不见了 原来被我藏在这里啊 终于找到了 太好了 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帽子 一号一定是我的老婆 哈哈哈哈 你猜错了 我可不是你的老婆 怪物一号 你竟然冒充我的老婆 真是太卑鄙了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管得了我吗 那二号肯定是我的老婆 我也不是你的老婆 我是黑帅黑帅的黑暗杂鸡 你也来冒充我的老婆 真是太可恶了 小伙伴们知道了 一定会用狗头砸你的 赛罗 你太天真了 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相信光了 只相信我们黑暗 没有人会帮你的 哈哈哈哈 那最后一个三号肯定是我的老婆了 我也不是你的老婆 我是奥特之王 没想到吧 奥特之王 你也来冒充我的老婆 一定是你们三个把我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你们快告诉我 我的老婆在哪里吧 我好久没有看到我的老婆了 我的汽车怎么找不到了呀 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我的汽车在这里 我的汽车去哪了呀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原来它在这里 我的轮滑鞋找不到了 让我找找 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才是我的 轮滑鞋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找一找 哦 原来我的轮滑鞋放在这里了 开上我的汽车去上班了 开上我的汽车去逛街了 穿上我的汽冰鞋去玩了 哥哥 等等我 我也去 哎呦 不错哦 小德加动漫 救命啊 哎 警察同志 我的孩子丢了 妈妈妈妈妈 我在这里呢 妈妈 救命啊 有老鼠 妈妈妈妈 小爹 老鼠在哪呢 妈妈 我逗你玩呢 这是一只玩具老鼠 救命啊 哼 这熊孩子又想骗我 念到的同学上来拿成绩 小迪加同学一百分 小迪加动漫 小奥特支付同学一百分 小贝斯同学也是一百分 小赛同学五十分不及格 明天叫你的家长 去我办公室找我 老师 这些题您都没讲过 所以我才考得不好 没讲过 为什么别的同学都会做 那是因为他们都上了您的补习班 对啊 那你也让家长给你报补习班吧 可是 可是我家没有钱 我的爸爸妈妈都生病了 不能出去工作 没钱就别想考一百分 想考一百分就让你的家长 给你报补习班 这位老师 学校明令禁止给学生报补习班 原来你是这样教学生的 真是有损失德 不是的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哼 你私设补习班 便想收取钱财 等着跟警察解释去吧 给狮子一只大鸡腿 哎呦 不错哦 给老虎一个汉堡包 多谢 多谢 给金钱报一个羊肉串 真香啊 大象一大串香蕉 太棒了 妈妈 小辈乖 妈妈去上班了 爸爸陪你一起玩 哥哥 小游丽安 哥哥去光之国学习格斗技能了 我来陪你玩 爸爸妈妈 小奥特之父 爸爸妈妈去打怪兽了 我来陪你玩 小迪加动漫 小迪加警察 你怎么把他们都关起来了 因为这里面有坏人 你知道是几号吗 让我看一看 一号是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 不是坏人 二号是救火的消防员 他们是大英雄 也不是坏人 三号是奥特曼打怪兽 也不是坏人 坏人是四号 他们是小偷 小偷是坏人 哈哈 迪加奥特曼被我打败了 这下我要把你们这两个小家伙抓起来 谁来救救我们 爸爸 爸爸 你快醒醒啊 我来了 贝利亚 你快放了小朋友们 哼 先打败我再说吧 小偷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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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奥克之父太厉害了 我打不过 还是先溜吧 厉害 小迪加动漫 我抓来的这些奥特曼 都是我贝利亚大人的保镖 这些奥特曼 是我跟我的怪兽小弟们 好不容易抓来的 他们以后都要保护我 听我命令 谁打我 他们就打谁 你们谁都不许动他们 你们谁要是把他们都动了 他们就去保护你们了 那我就没有保镖了 他们可都是我贝利亚大人的 你们谁也不许动他们 不然我让我的怪兽军团 都去找你们 小迪加动漫 你是我的狮子爸爸吗 不是 我不是你的狮子爸爸 那你是我的狮子爸爸吗 不是 我也不是你的狮子爸爸 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那你是我的狮子爸爸了 小朋友 我也不是你的狮子爸爸 你的爸爸和你一样 头上有两颗飞刀 你再去找找吧 小赛 我才是你的狮子爸爸 这是我的狮子爸爸找到了 你是我的狮子爸爸吗 是的 我是你的狮子爸爸 我的狮子爸爸找到了 你是我的狮子爸爸吗 不是 我不是狮子爸爸 我是冠兽妈妈 那你是我的狮子爸爸吗 是的 宝贝 我是你的狮子爸爸 我的狮子爸爸也找到了 你是我的狮子爸爸吗 不是的 宝贝 我是你的冠兽妈妈 我的家伙们 哈喽 小朋友 你好吗 哈喽 小朋友 你们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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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妈妈 我爸爸妈妈 怎么还没来接我了 小迪 别哭了 老师送你回家 小迪家动漫 咦 好神奇的一面镜子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警察 我太喜欢警察了 如今我愿望已经实现了 我要去抓坏人了 哈哈 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消防员 如今我的愿望也已经实现 我要去救火了 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医生就死扶伤 如今我也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 我要去救治病人了 哈哈 我也来试试 我都忘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了 嗯 怎么是一名小偷啊 我不要当小偷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 给奥特曼一个刮胡刀 真不错 给白雪公主一双水晶鞋 哇 给猪猪一个大西瓜 给蛇精一套口红 谢谢 小东家动漫 小螃蟹你怎么哭了 黑暗扎鸡把我的颜色吸走了 我好想变回红色呀 别着急 我来帮助你 你是黑色 快躲开 我才是红色 谢谢你 鲸鱼鲸鲸鲸鲸鲫 你怎么哭了 贝利亚把我的颜色吸走了 我好想变回蓝色 别着急 我来帮你 走开走开 你是黑色 我才是蓝色 谢谢你 黑色是不是没有用处呀